原标题,湖南浪山男游客突然晕倒,景区安排教夫将其送至医院后脱险。 实在太感谢了,幸亏有你们,不然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10月3号上午,浪山景区医疗救助站值班医生在街道出诊救援电话后,会同见人民医院121户人员迅速赶到景区现场紧急施救生病游客。 事后,病人家属紧拉住医生的手连连道谢。 上午90时,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李先生一行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天一向景点后,李先生突然晕倒,脸色惨白。 正在该景区值班的浪管局副局长、横元公司负责人陈彦州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救援机制。 现场工作人员刘能飞给病人服用了素效折心丸,情况有所缓解。 景区负责人李德剑马上安排教夫把病人从紧急通道车往离公路最近的新子时,山路崎岖。 工作人员一路小跑,小心护送竹林深处。 教父粗壮的喘息生死起彼伏。 97分,北大门景区医务室街道出诊通知。 值班医生陈海峰人民医院120救护车护士立遥等紧急出动。 10分钟后,救护车拐入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坡等弯极。 救护车一路颠簸,很快抵达目的地新子时。 赶快进山,救护人员背着医用急救箱沿着山间小道跑步前行。 9时35分,两只相向而行的队伍终于会合,马上放下轿。 自,马上检查,两名护士动作享受,量且压,侧心率,吸氧器一气合成。 又询问了病人病史,打通了静脉通道,再观察了10分钟后,发现病人体真平稳。 于是把病人抬上120救护车,送往县人民医院做进一步诊治。 原来,李先生有心降病史,平时也较少锻炼,体质偏弱。 而当时天一向景区客流量大,人员密集,加上李先生体力透支。 于是出现前文所述症状,好在抢救疾时,最终有经无浅。 据了解,李先生目前病情稳定,已无大碍。 责任编辑张玉